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吸烟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哪怕自己不抽,身边总会有朋友抽烟 那么抽了这么多年的烟 大家知道为什么吸烟会上瘾吗? 大家都知道尼古丁会刺激我们的大脑 分泌出一种叫多巴胺的基数 它能够缓解人紧张、抑郁、烦躁等精神状态 人体持续长期的摄入尼古丁 大脑内神经系统会逐渐对尼古丁的刺激产生依赖 这就是吸烟者对香烟上瘾的主要原因 尼古丁就像其他麻醉剂一样 刚开始吸食时并不适应 会引起胸闷、恶心、头晕等不适 但如果吸烟时间久了 血液中的尼古丁达到一定的浓度 反复刺激大脑并使各器官产生对尼古丁的依赖性 此时烟瘾就产生了 吸烟者形成了对尼古丁的依赖 也叫尼古丁成瘾 尼古丁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成瘾性 吸烟者一旦成瘾 每30到40分钟就需要吸一支烟 以维持大脑尼古丁稳定水平 如停止吸烟尼古丁 就会感到精神不振 萎靡无力全身软弱 甚至打哈欠流眼泪难过极了 吸烟者阶段后还会出现 烦躁不安、易怒、焦虑、情绪低落 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心率降低、食欲增加等阶段验证 如果你醒来10分钟内 抽了你一天的第一支烟 那么你的上瘾是很强烈的 如果在60分钟或者更晚 那么你的上瘾程度就不算高